1987年9月,父亲突然身患重病,让身为家中大哥的陈汉元措手不及。 可更让他焦头烂额的是,妈妈不在家,年仅8岁的弟弟非常淘气,不但不能照顾父亲,还忙中添乱。 刑警之下,陈汉元打落五弟陈汉红也晚光。 而让人想不到的是,弟弟父亲离家出走,而这一走竟从此杳无音讯。 26年过去了,打弟弟的两耳光成为陈汉元一辈子无法释怀的恶魔。 当时年轻气盛的大哥如今已经没人父,可是在哥哥眼中的那个聪明火魄的弟弟,现在究竟在哪里呢? 人生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亲人的逝去而无法挽回。 谁知道当年的两耳光,使自己的弟弟和自己离别多年。 弟弟今天是否会来到现场,是否会原谅当初的那两耳光呢? 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告白者。 请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陈汉元,您是大哥,陈汉强,大哥是带着泪水上的。 我,我是来,那我小弟,陈汉强告白的,我弟弟走了二十、二十多年了。 我们都想念他,妈妈在世的时候回头,在我有时时必须找到我弟弟,我实在我来,只有大家帮帮我人吧,找到我弟弟。 我弟弟在我时刻,我打了那几下,我说了,我对不起你,兄弟啊,我请我弟弟,今天天亮我啊,高兴你啊。 来,这样大哥,大哥,这样,知道你情绪很激动,因为您地方口音比较重,如果你再说快一点,再哭泣一点,那么待会我们听得就更不明白。 听您的口音,您是贵州的,你们弟弟走的那一年是什么时候? 报警。 报警了吗? 当时没有报警,我不想知道这个词语。 那你怎么确定他是走失了呢? 我到处都找家了,自在是找不到我,但是我也不放心,我才以为弟弟有个消息,我不要走了,救心几十年了,一直在救心起来,这个心没有放口,没有放下我。 那你们今天觉得,在这儿能找到你们的弟弟吗? 就看,我没说不清。 如果实在找不到,怎么办? 这个就运运都放不下这心,一生都放不下这心。 因为我的救星是最大的,因为毕竟是我三大那两个。 我这个大哥就实在放不下这心。 陆志玄,我们与宝贝回家网站的志愿者们经过多方努力。 在福建找到了一位与陈汉元所描述的弟弟陈汉红情况基本一致的人,陈振良。 虽然两个人都姓陈,但在名字上出入很大。 为了确保双方不认错人,我们暂时安排陈振良在第二现场。 我听说今天好像还有一门的家人到来。 到这儿,在这儿是吧。 来来来。 这是母亲,这是父亲。 姐姐上来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弟弟走了那么多年了,但是我母亲就是,成年就像这样哭,哭,哭,我都跟着我母亲就像这样哭,我母亲哭了,只能哭了一个月不吃饭。 成年就是请了大夫在家里面,照顾我母亲。 一会儿喊我就请了一个大夫,一会儿请了一个大夫。 我跟着我母亲哭,哭了母亲,现在那个眼睛都哭笑,就是为了我弟弟哭的。 姐姐跟弟弟的感情好吗? 从小到小跟我一起我二个。 离开这么长的时间,还有弟弟的印象吗? 我弟弟记性上的都说相当等你,我两弟兄都赶不上场,又长得漂亮。 弟弟如果今天来到了现场,你们能确保你们一定能认出弟弟吗? 毕竟二十多年没见面了。 应该是,那就有个字。 但是你们也要做好准备,在我们告白的现场,我们不遗余力地为每一位告白者实现他的愿望。 但我们不能够保证,你的弟弟一定会来到现场。 而如果他不来到现场,你们的告白就将是失败了。 好吗,我只是给你们打好这样的心理准备,待会儿不要过分的失落。 你们三位当中派出一位,来开启告白之门。 我再问你一遍,如果弟弟如果不来,怎么办?继续寻找,还是继续等待? 继续寻找,继续等待。 还有第二个问题,你能够确保弟弟待会儿出来,你一定认识他们? 应该认识,不要应该,是一定。 一定认识,一定认识。 为了确保你对弟弟的认知是唯一的,我们再来看一遍,当初你们寻人骑士上所写的所有的特征,我们再温故而知心一遍,行不行? 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寻人骑士。 陈寒红和弟弟1987年9月周四,当时身高1米35左右。 上衣穿小西服外套,下身穿前女色裤子。 自从那天你家之后,我哥哥就在意没有见过你。 现在我和你几起哥哥都很想念你,父母等的时候一直都很想念你。 一定特派红,如果你看到这一条情人骑士后,处于我们联系。 我们的家乡是贵州省真义市宗主县,我的电话182-860-1376。 虽然背对着中间隔了二十六年的距离 可是就在这一刻 无法阻隔的血奶亲情 让陈振良非常肯定 站在现场的 就是自己失去了二十几年的亲人 你说你是哥哥 我是你 你要为我遮风当初雨 灾难的路也要 在你心 找到人生的路里 你让哥哥在心底 而我也为你折磨 你让哥哥在心底下 你想说你没有遮风当初雨 你让哥哥在心底下 你说不心 你让哥哥在心底下 我都很能不能在心底下 我都能不能在心底下 我都能在心底下 我都能在心底下 你说你的是哥哥在心底下 我们这样好不好 我们先把这个关系理清一下 你来介绍一下你身边的这位是谁 这位是我爱的 他是我儿子 挺幸福的 是这个啊 对啊 刚才大哥说 他唯一记得你身上有一个显著的胎记在你的脚上 是左脚 谁有脚来的 看一下 其实不用看了 他长得更好一幕一样 是有一块质 有一块质的胎记 其实一块胎记 并不足以证明所有的一切 亲人之间是有心灵感应 一看就知道是不是自己家人 不是一家人不敬一家门 来弟弟说一下 你走了以后去了哪了 你怎么一走了就不回来了 我小时候走了 跟人走到福建去了 后来就是有个人收养 我养护收养了 收养你 你一直都知道自己是走失的吗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一直都没想着回来呢 那时候 刚才我也没有 他家里也没办法回来 我记不清楚 那你有想过寻找自己的父母 自己的哥哥姐姐吗 有去找 就是说我那时候可能是说去找 到后面想找到也没那个能力 可能也有信啊 你还记得自己的两耳光吗 我也记得不清楚 反正好像是 我都忘记是 是被打还是骂我的 反正是有记得我大哥 今天见到这么多的亲人 你今天见到他们 有什么想说的吗 很激动啊 我现在 今天你们既然已经都团聚了 珍惜这个幸福 以后在生活当中和谐共处 彼此更多的珍惜 这缺失二十几年来的亲情 祝福你们 谢谢你们 请 谢谢我们所有的栏目组织成员 帮你们不找了很久 要感谢他们 谢谢 来 请回向告白之门 来 抱着你们的弟弟 回去吧 告白现场 成汉人一家圆满团聚 回到家乡 做完DNA鉴定后 两兄弟到父母的坟前 拜计了当年带着遗憾离世的父女 祝福他们未来的生活 不再有遗憾